这个还是想要挺通的 可做上门女婿 对对对 因为在上海忙买不起房 假如说女房有房的话 我就可以不用买房 是吧 我就直接 我们就可以一起去那边住 如果说没有房 我也不是说我只做上门女婿 我也可以接受说共同买房 也可以租房 如果购买的话也可以租房 我之前遇到一个女生家长 她这么说 她说你有200万 你还不如存到银行了 吃利息你的租金 你完全可以拿去 拿去租房 你算我算了一笔账 我做银行的我也了解的 假如说你200万存到银行 吃利息 百分四的利息 你一个月的利息 你差不多就是七千块钱 我七千块钱可以租房子 租的哪里都可以做一个 比较相对比较好的房子 其实你们说的一个 做上门女婿 这个其实也是我的一个系统 我也是想说 吸引更多的一些 一些大家来看一下 这样的话 更加有新一点 做上门女婿的人 我也跟家里人说过 然后家里人的话也会同意的 就是说我假如以后结婚的话 我的孩子 我全让他跟你发信 不用跟他发信的 就是家里人是商量 商量过的是可以的 其实我更看重的是人品 我最喜欢的一句话 叫做始于颜值 现于才华 终于人品 我个人的话 我自认为我的才华还是非常不错的 我的硬笔书法是起的还蛮不错的 我校园在大学的时候的话 我也拿过硬笔书法一顿奖的 通过奖的 我很喜欢运动的 您是双一流大学本科 对的 您是什么学校毕业的 这个你就知道上海的某一所双一流大学 这样可以吗 那你工作也是上海的了 我也是在上海的 也是一个国有的一个企业国企银行 银行也是上市银行 是普通的银行 在银行做 在银行做管理的 方面说一下 就是您的年薪大概有多少 年薪的话 这个因为主要看我们的一个绩效法 假如说有时候的话 最低的话也就20多 然后一年 一年20多个 多一点的话 手势现在也是有的 这个的话你就不固定吧 它是你只要看一个经济 整个的一个经济的一个好坏 如果经济好一点的话 我可能要拿的多一点 你对女生是上海和外地的有 这个我没有没有先制要求 不管是全国各地都可以 呃 我 这哪可能是女婿 对女生的话 我只要看的是人品 希望说她的一个 学业的话 本科以上嘛 就是有共同语言嘛 如果说你给我介绍一个 呃 高中以下 或者是说 可能在一个大专以下的话 可能说在某些交流方面的话 可能有一些的一个 这个差距的 对